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每逢更展年總是多災多難 年頭才爆發了肆虐全球的武廢疫情 到現在都收不到科 年中又曾經出現過黃災 去到六月份又說有水災 官媒終於承認了 長江三峽大壩水位已經超越境界線2米 現在根據一個最新的研究發現 說連黑龍江的死火山都宣佈復活 根據中國科技大學地球和空間科學學院 物理實驗室的張海江教授團隊的研究發現 位於黑龍江五大連池火山區 其中一個死火山叫美山火山 已經有接近50年的時間沒有爆發 故此被定義為是死火山 但是最近宣佈復活 為什麼? 因為現在火山處於活躍的狀態 火山下面的岩漿 正在補充上地殼和中地殼的岩漿虎 至於在上地殼的岩漿虎 估計已經有一成半的熔岩 當熔岩的存量去到岩漿虎四成時 便會到達臨界點出現火山爆發的情況 研究團隊還分析過 在火山周圍的地震台監察數據 發現到周圍有地震和火山戰動的信號 進一步證明到 這個美山火山已經由死火山變成活火山 研究團隊呼籲要加強監察地區的火山活動 實情這個五大連池火山區 對上一次出現火山爆發的情況 已經要追溯到1719年至1721年的時間 換言之 來到現在這一刻已經300年沒有爆發 到底是不是地殼裡所儲存的能量 準備要爆發出來 就不知道 因為以人類目前的科技水平來說 仍然未能預測到火山爆發 以及地震活動出現的時間 只有當這些活動出現的時候 人類才能夠察覺、監察得到 到底這個所謂的美山火山究竟在哪裡呢? 其實就是位於黑龍江省 哈爾濱市再北一點的地方 換言之距離北京都非常遠 所以有些人就會說 你位於山高皇帝縣的山卡拉地方 就算爆起上來的時候 都只不過是會影響到 少數周邊的那些人 住在那些村莊的那些人 那這個就說對了一半 因為火山爆發所引起的自然災害 就分有兩種 一種就是直接的 一種就是間接的 先講直接那種的自然災害 火山爆發一噴的時候 就會噴起了很多火山碎蝕 就會造成了火山碎蝕流 還有岩漿流 當然就會毀壞了周邊那些 村莊、莊架、城市等的地方 這個是直接的自然災害 而且就會噴出大量的火山灰 這個就會引接到間接的自然災害 噴出來的火山灰 其實就是充滿了大量的二氧化流 那對氣候會產生什麼的影響呢 如果在一場的火山爆發當中 真的噴發了巨量火山灰出來的時候 這些火山灰所蘊含的二氧化流 就是會大大地降低了 太陽輻射的透射率 就會使得當地的平均溫度下降了很多 當然這些火山灰不僅僅聚集在火山噴發的位置 而且會通過大氣環流 會飄散到不平均地飄散到不同的地方 這個就會造成很嚴重的後果 其中一個非常經典的例子 就是發生在1815年 印尼的坦博拉火山大爆發 這一場火山大爆發 照計在印尼那樹 對於中國甚至乎是歐美的地方 照計不會有什麼重大影響 原來不是 因為這次大爆發 一共噴出了超過150萬立方公里的火山灰 而且直上到45公里高的平流層 於是乎這些東西 就隨著大氣環流飄來飄去在全世界 終於當年造成了雲南出現了飢荒的情況 而且出現了連續三年的飢荒 因什麼解救呢 就是因為這些火山灰阻擋了太陽輻射 導致雲南當年 這個火山爆發的時候出現在4月 當時1815年6月 在雲南的溫度下跌了很多 而且出現了6月有霜動 和降溫的現象 那些水道全部都死了 而且連續三年都有這些情況 所以是死得人多的東西 而且在1816年的時候 歐洲和美國出現了一個無夏之年 在6月份的時候 英國甚至乎落雪 故此造成了大量的農作物死亡 在當年 歐洲和美國的農產品產量 都是大跌的 所以一場的火山爆發 是可以造成很嚴重的後果都可以 當然剛剛所舉的1815年 印尼坦博拉火山大爆發的例子 就是人類有文獻記載以來 最厲害的那次 你說差點的火山爆發有沒有 絕對是比比街市 隨便噴一下火山碎蝕 噴一下岩漿 當它其實是輸減得到 地殼板塊最合所帶來的壓力 基本上它就會停了 故此火山爆發到底的強度是怎樣呢 都是不能預測的 可大可小 可以很厲害可以很差都可以 這些東西全部都是看過天的 最近香港出現了兩個奇怪的天然現象 第一個就是所謂的日食 第二個就是雙彩虹 這個我遲些有機會再說了 其實在古代來說 都是為之空肖 日食大家都知道 其實雙彩虹也是空肖 大空 不過現在現代的情況來說 可能賦予了重新的意義 很多人都覺得這個彩虹 為之是希望的象徵 因為雨後才會出現這個彩虹 而且雙彩虹更加漂亮 所以很多人一看到這個景象 馬上拿起手機來打卡 不過原來在現代意義 和古代意義上 是有這麼大的區別 當然我也是那句 叫做信則有 不信則無 大家當聽也一個說法 不過這裡就不詳細說了 因為有另一件事要說 好 我們之前在節目當中也說過 有外媒曾經報導 說華為想和三星協商 以市場的佔有率來交換 三星向華為提供智能手機晶片 最近韓國中央日報就指出 說三星已經拒絕了 幫華為代工這些5G智能手機晶片 換言之 三星是不肯落搭的 實際上我們一早猜到這個情況 首先來講 三星怎麼會冒著得罪美國 甚至乎是被美國制裁的風險 而向你華為供貨才行 大哥做生意都要講風險 跟你做生意似乎的風險很大 大家都看到 台積電一出了這個制裁之後 馬上都說半年之後就不向你供貨 因為有一個寬限期 你下了訂單照賣給你 但是現在都不再賣給你 人家的廠房都搬到美國了 即是台積電又不肯幫你 所以你才要再去找三星 豈不是三星如果肯落搭的話 都很愚蠢 第二 就是明知道趁你病拿你命了 是不是 既然你也沒辦法有能力 去自己製造一個芯片出來的時候 索性他自己去生產智能手機 他自己擴大市佔裏好過 不用跟你合作 而且近日還有消息傳出了 就是加拿大的電訊商 在排除了使用華為的5G電訊設備之後 就打算轉頭三星的懷抱 而實情 三星在全球5G電訊設備的市場佔有率 排行第三 佔了大概23% 當然是低於外納順和華為 如果能夠搶佔這個市場 豈不是比和華為合作更好 不用和你合作 你不就自己找中芯 找中興來生產晶片 近日有些很搞笑 中興國際在4月份公佈了2019年年報 裏面提及到 旗下的7nm芯片規模量產 已經在全球5G規模部署中實現了商用 下一代5nm芯片正在導入 大家留意這句話 他完全沒有講到主語 究竟實現規模量產和正在導入的技術 是由中興國際提供 還是你買回來的 他沒有講到 於是市場在上星期炒作 令中興的股價大升 後來中興自己發表了一個澄清聲明 他們怎麼說呢 就說近期注意到有多個自媒體 針對中興通訊 說7nm芯片規模量產 5nm芯片開始導入的訊息存在誤讀 部份報道與事實不符 在芯片設計領域 中興通訊是專注於通訊芯片的設計 並不具備芯片的生產製造能力 即是說他本身沒有能力生產出來 不知找誰生產 到底是中興國際 或是其他廠家 他也沒有提到主語 這些就是大陸很常用的語言藝術 根本上你就是想使得讀者看得迷迷糊糊 以為你有能力 當然現在你澄清了你沒有了 所以看這些東西的時候 要非常小心才行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